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著歐美逐漸復工解禁 全球港口貨櫃運輸復甦 不過新冠肺炎疫情期間 世界各地港口無法正常運轉 散落在全球各地的貨櫃回流不暢 中國集裝商行業協會透露 運往海外的貨櫃一季難求 預計情況會持續到明年春節前後 加上航運費飆升 中國貨出口可能會受影響 內地傳媒報導 率先控制著疫情的中國 在短時間內成為世界工廠中心 孟加拉、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訂單 紛紛轉移到中國 因此中國出口貨物數量激增 從今年7月開始 中國貨櫃出口量快速增加 今年10月 上海港貨櫃吞吐量 以420萬箱刷新歷史紀錄 受疫情影響 歐美不少打工仔、居家辦公 平時上網購物頻率大增 不過港口缺工、缺車 科船的船期平均延伍5天 導致貨櫃有去無回 嚴重打擾國際物流 由於貨櫃出現嚴重短缺 內地貨櫃爆倉脫貴成為常態 特種櫃更升價10倍至1萬美元 由於市場需求強勁 科船運費隨之飆升 據業界人士透露 目前在內地已很難租借或購買貨櫃 中國是全球貨櫃主要生產國 部分中國貨櫃製造商訂單已排到明年2、3月 面對貨櫃爆倉、運費大幅上升等問題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星期四回應 商務部將與有關部門加大運力投放 支持加快貨櫃回運、提高運轉效率 支持貨櫃製造企業擴大產能